我们农村做饭呢,都是用这种大铁锅,因为大铁锅做饭特别的好吃,尤其炒菜的时候特别的香 但是锅用久之后呢,它就会起翘的,像这种锅翘 看,就是一炒菜的时候,它就会掉在菜里边了 这个我们管它就叫锅翘 但是像这种锅底呢,因为经常做饭炒菜,一种有的时候烧干锅了,所以它不会有锅翘 但是都在这个上面,每年的时候像我们一年两茶都会把这个锅翘整干净 但是这么强,实在太贴近了,一会儿告诉大家看看我们的笨办法啊 大家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 多简单,一下就端起来了 这批了一堆给小伴 这像不像有点野外生活做饭的感觉 个名字点 今天还行,我们这边今天属于不那么太冷 比前几天的气温要暖和点 前几天实在太冷了 好点吗 还行 还行哈 给我扣上吧 对,你先扣上吧 扣上等点风好点 对 哈哈哈 有点小 不是大了 行 是不是大小了 钻 钻 钻有点扣 有风不太好点哈 嗯 别烫走啊 别棍着 点着就好了 在我们东北 尤其过年的时候嘛 家家都得来练锅 就是烤锅 这样呢,为什么把锅要扣过来呢 啊,底下放上柴火 钻圈呢 用这个钻 咱给它搭起来 之后呢 把火点着 这样烧个大概20多分钟吧 就是大火 啊,边上这个锅窍呢 就会全都掉下来了 到时候用耍手一扫 一下就下来了 特别的干净 这就是我们农村的老办法啊 肯定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是不是啊 没见过我们东北 怎样清理锅的 哈哈哈 看上面的那一层 还有边呢 这个自然然已经下来了 就是里边已经掉了 外边掉了 里边也就掉了 没感觉皮刚才亮了吗 哈哈哈 还得烧 再烤一会 再烤 就是有点太呛了 哈哈哈 还点烤得反应 对 哎呀,好呛啊 做饭的时候都会把锅 放里边 这回掉起来了 倒过来了 再烤一会就完事了 像这个锅已经烧了 得有将近半小时了 二十多分钟吧 还煮火了一段时间 你看 顶上这个锅窍已经全都烧掉了 但是扫一下的 哎呀,还有点烫 哎呦 哈 这就是烧完的 但是得给它扫一下才能用 哎 哎 这边没掉过 这边没掉过 你看靠住在那边 这边没烧到 那是铁码的时间拿了 对,我喝点了 像这个锅就已经烤完了 啊 一会儿再用铁嘛 不 用洗姐精 再蹭一遍 完就干净了 像之前边这个锅窍 现在全都已经掉了 但是这边啦 有点贴地了 就没烧着 就没掉 你看 一会儿用铁嘛扔蹭吧 进屋手上 这就是我们农村烤大锅 炼锅 就完成了 是不是也非常的简单 挺干净 这又可以 进屋蹭就行了 走 进屋一刷一蹭 好冷啊 下午气温凉了 好嘞 好 进行了 像这个锅就已经基本完事了 刷干净了 到时候再买点猪肉的时候 上面那个肉皮 咱再给它练一下的 就OK了 这就是我们东北的最古老的办法 手舞 但是这样整的确实干净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咱就到这了 下期见吧 看我的手指盖 漂亮不 过年了也美一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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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漂亮 拜拜